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 今天是8月28号 下午12点34分 午餐时间 今天很多朋友就问我这只Detonus Chemical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我在上个星期的时候 也是有分析这个 BCCAM的 那时候我就说 如果要做反弹的话 是可以的 因为它已经是突破了这个 上升 下跌次线 也突破了这个盘整区 是可以做反弹的 但是呢 在这边 这个区里面有很多这个套牢盘 可能 很大机会 在那边的时候就卖出去 如果你有听 到我讲的 你就打上6 给我知道 所以现在呢 它果然是弹上去 但是也就 也就如我之前所讲的 它这边 6块钱到 6.10 这边有一个 套牢盘 而且呢 也对应它的这个过去历史的 蓝色线跟紫色线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它要突破这个6.10可能有点困难 如果没有能力在 在 这一两天里面突破上去的话 之前 满路的朋友可能需要考虑 套利 但是如果它有能力在这个星期 突破6.10 继续往上去 这样当然你就继续去守住 就是这么简单罢了 如果 要套利也是可以的 等它突破6.10的时候 再 买进来也是可以的 这个是 完全靠 看你的自己的策略 现在我们就继续观察 看一下它这个星期 会不会突破6.10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在留言区打上一 给我知道 如果你想免费的加入我的WhatsApp小组 可以去留言区了解详情 谢谢大家 想要免费加入双建WhatsApp VIP Group小组吗 点击双建 双属连结 注册 开辅并入金 前12个月 完全免费 才个外赠送 3个月 双建独家指标 我们将分享投资组合 和前人股 教你如何提前部署 买在起当点 卖在高点 更有基本面 与技术分析结合的双建合辟技巧 助理精准掌握市场机会 马上点击 点击 连结 加入吧 转双建设 这一切 银双建设